韩国真的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甚至不知道死活 就在11月14日 俄罗斯媒体报道称 韩国防长深渊石不但再度发出了终结朝鲜政权的威胁 甚至还不点名地发出了对中俄的威胁 深渊石称 韩国将对任何在朝韩开战之后支持朝鲜的国家进行报复 如果朝鲜战争再度爆发 支持朝鲜的国家主要就两个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俄罗斯 韩国防长这话显然是说给中俄听的 尤其是说给中国听的 如果朝鲜半岛爆发战争 从地缘上说 那关乎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1950年都会参战 现在更会支持朝鲜 而从法律层面说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决定了 只要朝鲜遭到袭击 中国必然全力支持 韩国防长这种威胁不会起任何作用 然而 关键不是中国是不是会援助朝鲜 因为这个没什么讨论空间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 韩国的言外之意是在准备重打朝鲜战争 若非如此 何来韩国防长的这番言论 再考虑到美韩正在进行斩首金正恩的演习 不得不让人不想言片 那么 我们不禁要问 韩国这是想干嘛 我们可以给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韩国的确是在准备重打朝鲜战争 韩国为什么会这么干 原因很简单 美国引导之下的行为 一方面 尹熙悦是美国政府扶植的政治小白当的总统 他为美国马首是瞻 这和前日文在印政府完全不同 说彻底一点 尹熙悦某种程度上就是个傀儡 他并没有清晰的施政思路 另一方面 巴以冲突爆发后 尹熙悦政府吓破了胆 赶紧与美国联手 搞针对朝鲜的军演 极其心虚的心态下 当然美国说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于是就有了针对朝鲜领导人的斩首演习 和针对中国的警告 那么 美国在这里想干嘛呢 他想干的就是想逐步挑起朝鲜南北对立 然后在合适的时机挑起战争 美国在朝鲜半岛挑起战争的目的 就是自己不想下场 与中国直接冲突 但他又希望在中国周边制造战争 从而破坏中国的安全环境 从而刺激资本从中国流入 韩国哪有资格警告中国 这就是美国说的 通过这种话来破坏中国的安全环境 美韩包藏货薪 但这种冒险非常危险 因为以韩国军队的能力 根本没办法与朝鲜军队对抗 一旦朝鲜半岛开大 美国不下场 韩国必败 美国下场 中国必然下场 美国必败 韩国需要长点心 否则可能灭国 美国也需要长点心 否则可能丢西太平洋 中国只是觉得地球足够大 容得下中美 但如果你觉得容不下 那我们也是可以让你们出局的 韩国疯狂挑衅中国 这是无知的冒险 韩非子说过一句话非常著名 国小而不储备 必少而不畏强 无礼而无大林 贪弼而捉交者 可亡也 对于小国来说 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时 一定要非常谨慎小心 因为双方资源禀赋 和综合国力差异巨大 一旦战略矛盾不可调和 大国稍微做些调整 小国就会受不了 轻则遭到重大损失 重则因此灭 历史上 英国小不储备 力少不畏强 无礼武大林 贪弼捉交 而亡国的例子并不少见 当下最典型的案例 就是乌克兰 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 分到大量的核武器 军事装备 工业资源 航空母舰等等 但最终在西方的忽悠下 都拆了或者败了 而最终目的 却是想走 亲西方反国的道路 最终结果 大家都看到 乌克兰已分崩离析 在灭国的路上赤裸狂奔 不知未来在哪里 韩国在总统 引西越上台后 也在走这一条路 一方面 政治上彻底倒向美 在地缘上 与美国配合 以打压朝鲜为民 遏制中国 另一方面 在芯片领域 也与美国形成四方联盟 遏制打压中国 本来 这种站位 就已经非常危险了 因为以这样的格局来看 一旦中美撕破连 韩国连个缓冲的机会 都没有 必然成为 中美大国较量的最前沿 真走到那一步 可不就是 有灭国之忧吗 但是 客观而言 但凡有办法 中国都不希望 朝鲜半岛重燃战务 因为这对中国的 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 都非常努力 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 战争就发生在 中国家门口 当然对国家安全不利 从经济角度而言 美国一直渴望在中国周边引发战争 只是因为 他自己没有办法 绝对避免与中国冲突的风险 才不敢轻易发动 中国周边战争 然而 美国事实上 依然在做着努力和尝试 而中国则尽力在避免 关于这方面 最典型的证据就是 美国在搞军演刺激朝鲜 而中国却积极推动 中日韩外长 实现了会晤 然而 韩国政府不懂这一点 这才是可能 让其地大跪的根本原因 但韩国做死的点 却不止于此 而是他在试图插手 中美斗争的最敏感问题 这都会让韩国这个国家 陷入系统性风险之中 关于这一点 韩国总统尹熙悦 最近的言行 可谓是不知天高地头 中美援手APEC峰会的会晤后 中日领导人又实现了会晤 这给了尹熙悦错觉 认为自己也可以会晤 于是韩国也申请 调件中部援手 被中方给挽拒了 这事可能让尹熙悦很不爽 所以参加完 APEC峰会回国后 就频频对涉华问题表态 不断刺激中 近日出访英国前 更是在专访中 对中国大放厥词 尹熙悦在专访中 攻击中俄朝的正产合作 竟然声称 中国与朝俄追求三国合作 可能损害中国的国际倾向 中国与谁合作 还得经过你韩国批准 这还不够 他还就南海和台湾问题表态 尹熙悦说 南海问题 台海问题和朝鲜问题 都是印太地区的安全隐患 声称必须维护 南海台海和平稳定 确定海洋秩序 对于尹熙悦的越界言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进行了不斥 毛宁说 中方清楚自己的责任和利益 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关于南海问题 中国和东盟国家 有能力处理好 韩国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 没必要凑热闹 中方的回应 可谓是给足了韩国面子 让韩国总统小孩一别玩去 然而 尹熙悦政府并没有以为中方的警告而收敛 在被中方批评之后 他依然在与英国首相会见时攻击了中国 这次韩国总统访问英国 英国和韩国将设立外长和防长2加2对话机制 通过双逼演习 增进两国武装部队的协同行动努力 很显然 韩国这是受美国的操稿 继日本之后 继一步将英国引入半岛 从而为未来干涉半岛事务乃至南海事务提供一些本地支撑 然而 韩国在与英国签署唐明街协议的时候 里面又提到了中国 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 对国际社会安全繁荣非常重要 两国在协议中 强烈反对任何试图改变区域现状的单方面举措 并宣称 共同维护东海与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 协议还额外讲调 英国和韩国对台湾的基本立场没有发生变化 不过 对于以上韩国的一系列不当威胁言论 在我们看来虽然几乎笑话 但实际上我们也要对此提高警惕 因为韩国这样肆无忌惮在中国面前动达 完全表明了 这可能就是美国方面的态度 或许根本就是美国在背后支持的 不然 韩国作为一个小小的东亚国 怎么有胆量 敢威胁中国这么一个世界大国呢 这也说明了 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围堵 很可能就包括了从背后动向韩国 日本 以及南海周边的菲律宾 越南 或者是西南边境的印度等国 企图从多个方向对中国进行各种挑衅 甚至是想以此将中国推入多线作战的战场当中 让中国不得的头顾不了为 这对中国来说极其努力 不过 中国方面近些年对台海 以及南海周边菲律宾等国 所采取的严厉举措 包括反击美国 日本为代表的外部干涉 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更是向外界展示出了 中国有绝对的实力抵抗 或击败一切来犯之地 无论是在台海或南海局势上 我们不劳美国 插手教我们做事 同样也没有美西方强行政治的攻坚 如果像韩国这样的周边小国 仍旧一意孤行导向美国的外交策略 甚至是甘当美国对华前线的炮灰 这必然会极大有损韩国自身的力 更重要的是 美国作为一个亚洲预外国家 更是一个国力面临日衰之际的国家 韩国如果不管不顾 继续跟随美国对华挑衅 最终必然会遭受不可估量的战略性失败 在这方面 也奉劝韩国必须要面对地缘现实 中韩两国自古以来一一带水 两国作为近邻 理应要更好维护两国关系 切不可为一些欲买国家的利益 担当炮灰 最终只会落得满盘技术 一方面强调 自己的台湾立场没有变化 另一方面又阴阳怪弃中国 这都是美国交的 但对韩国来说也是危险的 因为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内政 是不容干涉的 大国之间的国益 作为小国最好占领远远的 否则有些事情一旦出现了问题 那就回不去了